各位在場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藝術聯盟幾個好夥伴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在我還沒講這場熊貓大展之前 我先講張教授 他在武化會裡 曾經有一段時間消失一陣 他到底去哪裡 我們只知道他去大陸 他去大陸幹什麼 不知道 等到他去年的時候回來 我們的舊理事長前理事長在那邊 黃理事長 他最清楚 回來的時候每次展覽都是 展覽的熊貓 原來他是跑到四川去揣摩這個熊貓 就是這樣 這是我先講他在那個 展覽之前的一些行蹤 接下來我再講他 這一次熊貓大展 從六月底七月初 我就一直在期盼 聽他說要展覽展覽 他在足足掉足我兩個月的胃口 原來他是那個求好心情 我們學藝術人就是要把最好的都呈現給大家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後來 我現在接下來就講了他的風格 一般人畫熊貓 都是可愛型的 悠閒的 就躺在那邊啃竹子 要不然說在那邊玩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的淑德教授 他畫呢 是溫馨的 人性化 那個 會騎腳踏車 會舉 舉重 還會有其他 除了這個之外 他最偉大的精神也是這次展覽的目鏡 就是前面那兩張 重點來了 我其實一直看不懂 為什麼有一隻黑的 有一隻熊貓在那裡 原來他是畫台灣的黑球 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相處 能夠穩住我們的張教授 能夠將來能夠圓這麼多 搞不好你將來就是兩岸的和平大使 對不對 就靠熊貓 就可以兩岸 就能夠和平相處 最後呢 祝我們這個張教授 美滿成功 祝大家 在場的貴賓 健康美滿 幸福滿滿 謝謝